人人都渴望拥有漂亮的脸蛋 完美的身材 但是如果长得太漂亮 是不是一种负担呢 来看看照片上这位一朗八岁的小女孩 就是因为长得太漂亮了 而让爸爸十分苦恼 小女孩还戴上小学 水汪汪的大眼睛 精致的五官 爸爸为什么会苦恼呢 因为他整天担心女儿在外被别人欺负 或者是拐骗走 所以 为了女儿的安全 这位爸爸毅然决然的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做起了女儿的贴身保镖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看看这位爸爸是不是也很帅气呢 如果你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儿 你会怎么做呢 会不会也像这位爸爸一样来守护女儿呢 现在许多家庭都是围绕住一个孩子在转 给孩子吃最好的 穿最好的 而且还要非常潮的搭配 这不 上面的这个小女孩 就行为高颜值 而且穿入得体 被网友们质疑整过容 小女孩的父母知道此事后 晒出了自己的照片 这下 网友们不得不承认 小女孩的高颜值 完全是父母强大的基因决定的 有个这么漂亮可爱的孩子 想必这对父母是非常幸福的吧 父母都希望自己有个漂亮的baby 别人家的孩子高颜值 可以羡慕 夸赞 但是不要嫉妒 诋毁 父母都要坚信 自己的孩子永远是最好的 独一无二的